过去,形容党一直被认为是永远的反对党 在经历过509大选这一战之后呢 算是吐气扬眉,不只是成功入主不成 甚至还拿下了形容党党史上最大的一个胜利 拥有42名国会议员及6名内阁部长 今天也是火箭成为执政党之后 第一次举办党员代表会议 就不知道这次的会议跟以往当反对党的时候 有什么不一样呢? 来自行动党的各州代表 今天一早聚集在沙亚南会展中心 准备要参加火箭入主不成后的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 放眼望去,会场外的走廊人头攒动 满满都是身穿白衣黑裤的党代表 现场还准备了三宇的小册子 洋洋洒洒地向党员展示西蒙执政一年以来的成绩单 尽管首相马哈迪因为公务繁忙无法出席这次会议 不过行动党还是很有面子的 迎来了未来首相安华以及承信党主席莫沙不撑场 而行动党全国主席陈国伟在致欢迎此时 也率领出席者,缅怀早前与世长辞的行动党沙巴州主席黄天发 至于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在发表政策演讲时也提醒台下的党员 虽然火箭现在已经从永远的在野党跃升成为了执政党 不过西蒙现在还是面临不少挑战 因为选民在509大选所投下的这一票不一定代表完全支持西蒙 只能在州一能复州 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我们所取下的脑炎一定要自现 而且一定要做对的事情 林冠英强调身为执政党 行动党需要为下一代做正确的事 即使有可能会面对一些后果 但也在所不惜 做政府是为了要做正确而对的事 虽然要面对 我们要准备面对 让我们记得 我们将为下一代的领导 而不是为下一代的选择 和以往不同的是 致辞环节结束以后 会议的其他环节都改为闭门方式进行 一改往年全程开放给媒体采访的常态 对于这一点 行动党的三位领袖及人物都口径一致地表示 这是为了让党员可以畅所欲言 不必顾及媒体和外界的眼光 因为我们要鼓励大家发表的意见 所以发表的意见 你可能会被选择的报道 如果你们有在的话 党员通常他们都不要讲他们心里的话的 有些时候你向媒体讨论 他们会失报 还有はい 对党员通常他们点论 其实乘来有没有